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加能U4P的体验会的现场 因为今天现场人太多太多了,场地又不是特别的大 产品的体验的机会也不是很多 但是我们还是抓紧时间体验一下最新的产品 这个产品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大家的反馈也都很好 首先是它的机身很小,很轻,比之前的U4R的要更小 而且它的价格也会更加的诱人 刚才呢其实已经公布了这个产品的价格了 8999是它的单机身的一个价格 如果配上镜头的话1万多 你可以买到一个非常轻便的加能的全服微单的这样的一个组合了 别的不说了,我们去看一下重点的产品 加能今天在发布的现场其实还拿到了它最新的6支镜头 虽然仅仅是机模仅仅是不能够拍摄的这个模型 但是已经看到它大小了,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的整体的一个样子 我们在现场其实已经看到了,那么算上最新发布的这6支镜头加上之前的4支镜头 U4R的这个系统里面其实已经有了10支镜头可以用了 再如果再配上转天环的话,你可以使用之前的EF镜头 选择的余地还是非常宽泛的 现在已经拿到了一款U4RP的这个机身啊 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 这个顶部还是非常的矮的 没有那么高的一个奔头了 这也是它减重的其中的一个点 另外呢,这个机身材质 其实官方并没有明确的说这是什么样的材料 但是触摸感觉来讲啊 包括一些轻触啊拍打啊,其实能感觉出来 这是一些共成塑料的材质 这也保证了这款U4RP的机身 那么在没有电池跟存储卡的情况下 机身的重量是440克 还不如一瓶路边买的两块钱的瓶装 矿泉水的这个重量重 所以减重非常的不错 另外一点的话是说 很多人会看到了 因为这款机身在发布的时候有一个小的手柄 那么这个手柄大家最开始的时候的意想是说 它可以让我们的小拇指有处安放 那实际上这个机身如果不放手柄的情况下 小拇指有没有地儿放呢 这个可能是很多人的一个疑问 那么我们来试一下 其实从我,我身高1米77 那么在这个手的大小其实也还好吧 可以看一下 其实我的小拇指已经有处安放了 那么U4R我们用的时候 它的这个小拇指没有什么问题 U4RP在机身的高度上有所减轻的减少的情况下 这个小拇指还是可以放 如果你对于这个稳定性或者是说 更重视的话 那么你还可以拍一个手柄会更加的稳妥 然后背面的是这个翻转的液晶屏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设置 在U4R上就已经使用了 沿用了 那么另外一点比较大的变化是说在机身背部 原本的这个多功能板的这么一个位置 多功能控制条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它是已经取消了 不要用了 而且之前在机身顶部有这个模式拨盘 智能的模式拨盘的位置已经变成了原来的这种传统的模式拨盘 这个拨盘加能的用户应该是非常熟悉的 用起来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不习惯 机身变小那么机身重量变轻 那么与此同时一点的话一个大的变化 就是这款机器的这个电池其实是比之前变得更小 那么它采用的是LPE17的这样一款电池 之前的EOS R使用是LPE16的电池 跟之前的5D4 5D3是通用的 那么这款LPE17的电池更小 标称的这个续航的是7.5瓦时 1040毫安时的这样的一个容量 所以会更小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摘到镜头 可以看到这个传感器的传感器 这个传感器的尺寸 传感器是跟EOS R没有任何区别 跟5D4也没有区别 像素是2620万 这个像素在一般使用过程中已经很OK 很OK了 那么今天的快速上手就是这样了 有更多的问题有关于这款产品 包括新镜头的一些问题 也欢迎大家在留言里面跟我互动 有知道的一定会跟你回答